你不要說就是2023年 如果你說全球的衝突進一步擴張 可能俄羅斯戰爭 或者甚至台海會不會有些什麼不尋常的動靜 影響到當地的局勢 也都是令到香港經濟、物價 或者甚至糧食方面都可能受影響的話 這樣也是 我都會覺得香港人 在香港的香港人 其實他面對那個環境 不單止是國安化之後沒有了自由、沒有了法治、沒有了民主 或者沒有了人權這麼簡單 而是因為香港已經站在中共那邊 就是說如果中共在外交上面有什麼行差、答錯 譬如香港作為白手套是幫俄羅斯洗黑錢 或者甚至是利用香港的名字 是買一些巨殺傷力武器 其實已經有一些報導已經說到就是說 有一些香港公司幫俄羅斯買一些 跟軍事科技有關 一些高級、一些先進的一些背景的話 如果你說去到更加高層次可能會是 原來一些大殺傷力武器都是經香港的一些公司去到進行交易的話 你想一下對香港的制裁只不過是時間的問題 不單止是中國那些對香港的制裁 到時對香港的打擊就會更加大 不要說唱好香港 你唱好一百萬次都沒有人理你 因為實際上你香港的名字跟北韓、伊朗、緬帝一樣都是臭的 可想而知其實主持剛才所說的就是說 政府扔多少億多少錢去說香港故事 只不過就是說我現在還有錢 就把這些錢繼續亂殺了 就等於就是說一個公子哥 而一個其實是低能白痴仔 就學人做生意 然後問家人扔本給他做生意 但是其實他連一到十加減成罪都不懂 就跟別人說做生意 那結果盤生意怎麼樣? 要不就被人騙了 要不就沒有錢賺結果倒閉 那其實說好香港故事的結局 必然向這個方向走的 那也都看到月算案裡面有招資演財 提出資本投資者入檢計劃 引入公司遷冊機制 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 那博士也都看到香港政府一個高財通 那現在也都有六千多人 好像說是獲得批准的 博士怎麼樣看香港的搶人財的計劃呢? 香港搶人財計劃呢? 其實說到底啦 其實李家超都可能知道的了 其實就不是搶英美的人財 也都不是搶一些可能來自日本啊 韓國啊 或者一些已發展國家 他就可能有高科技的經驗啊 或者甚至一些先進技術 而可能最終你看到實際的結果就是 他搶人財來自中國 但是實際上如果你說中國人財 自從這個習近平在去年10月 第三度年任成功之後 很多的中國人 特別是一些有錢的人啊 或者一些其實是有加特的人 那紛紛用所謂黃金簽證呢 可能去了葡東亞 西北 葡東亞 去這個愛爾蘭啊 或者去到新加坡等於這些國家的 所以你會看到就算你說 香港人搶所謂的人財呢 都是搶一些下藍的人財啦 那如果有朋友不知道中文什麼叫下藍啊 下藍就是那些人家煮菜那些送頭送尾啊 就是那些其實你來餵豬的那些資料就叫下藍的 那麼特區政府呢 以現在這樣的情況呢 第一 他跟大灣區搶人財已經是錯啦 第二 他跟全中國搶人財已經是錯啦 因為實際上在中國不同的省市 也都需要留下一些人財呢 是繼續可能維持著你希望的人財 你最基本你中國本身都要人財啦 那然後就是說你其實那個搶人財 如果你說近廣東省的話 其實就是你大灣區農女計作反而已 那就是說原理大灣區說合作 其實大家在那裡互相起飛腳 大家在那裡搶大家的人財 香港人想搶大灣區的人財 但是大灣區也都不想要香港的人財 那所以其實就是這個亂局呢 可以這麼說啦 就是你會見到就算下到來 那原來下到來呢 他們那些人的性格跟一些沒有讀過書那些 那些晚上人沒有分別啊 下來賺著數啊 下來怎樣是便宜啊 那各方面可以拿著數啊 那你說這些人會不會對香港有貢獻呢 絕對不會啦 你說香港到達國城去外國啊 去新加坡就會有啊 那所以這些就是搶人財計劃 就好像白癡仔做生意一樣啦 失敗不要緊 失敗正常是預算的 那問題一件事就是說 原來我們香港納稅人的錢是被一個白癡仔去 亂的洗亂的用啊 然後就說自己交功課啊 說自己的KBI 說自己那個關鍵 表現指標合格的各方面來去騙北京政府說自己有做事 那這樣東西門神騙下呢 才我會覺得 咦 你會看到原來這個習近平政府留在特區政府用的人才 都是全部都是一些不單止的傭財啊 簡直是垃圾的一班的一班 繼續去不單止去勞逆香港市民啦 甚至是悶順騙下啊 繼續 你想想香港的財政收入來源在哪裡啦 第一件事就是賣地啦 但是你記得賣地現在 連李嘉誠都對後市都沒有信心的 那大家知道透過賣地想著增加 大幅度增加收入已經是沒有什麼可能啦 那第二件事就是股市啦 那當然你會看到股市表面上的數目很漂亮的 現在都有二萬幾點啦 但實際上那個交題都很少啦 所以再加上其實很多在香港叫做投機投資 或者叫做炒過的人都不會打香港的股市主義 但是全部都炒這個美股啊 或者炒這個外國的股市 那所以就是都不會很期望就是說 在香港股市裡面可以賺到什麼 然後呢 竟然是chip到就是說可能要加很重的煙碎啊 美其名就是要迫市民家煙 就是叫做照顧他健康啦 但實際上就是無計可施啦 然後另一件事就是要求這個馬會是相關的一個撥款的方面呢 就是希望問馬會那邊拿多一些錢 或者甚至是那個可能搏採稅的那方面呢 都是希望增加啦 那所以還有另一件事就是增加的稅就是抄多一些牌啊 那你動一些就會抄你的牌啊 給牛肉缸啊 那各方面呢 因為你國安啊 你警隊都要養這麼大班 就是大食爛啊 那那班人啊 那所以就沒有辦法了 就是我想其實以陳茂波的性格 我們都不覺得他有什麼能力可以解決香港財政問題啦 就是問題的關鍵就是說 在幕後真的控制整個香港財政 怎樣用 怎樣省的人 就是他究竟計時計整條數 就是說究竟我怎樣在最短時間裡面 花了香港的錢來救中國經濟啊 或者令到就是香港仍然都 就算你說那隻生甘丹鵝已經死了啦 但是起碼呢 都不要放過去的啦 那死了那隻生甘丹鵝 就是去做這個燒鵝來吃啦 那現在就是看一下就是說 其實現在有一萬億的盈餘啦 那你試想啦 你這樣吃下去 你這樣吃下去 那你不會無緣無故說 你那一萬億的盈餘你真是洗掉啦 那如果你一萬億 如果只剩下五千億 那如果你說這幾年你整個營運大幅 就這樣減少了啦 因為實際上就是 你整個經濟現在這樣就放啦 收入不多 一定會打 會拋這個儲備來去 就是拋去主意啦 那所以你看完整個財政預算案啦 其實他給不到什麼答案就是 就是他怎樣解決香港現在這個財政問題 就是當然我已經不說到就是說 不是太多比重的收入少了啦 或者甚至是如果你看到 就是現在經濟這麼差 那很多人都已經可能收入少了啦 或者甚至是這個很多生意都沒有了啦 那也都少了所謂理得所有的那方面的話 那也都想不到什麼方法呢 就是在內斂裡面 就是當然你政府一定 政治宣傳就說一定那個經濟會復收啊 中國經濟會復收啊 但是實際上 根據一些外國的數據都顯示就是說 中國連續的出口啊 或者那個生產採購市場都是不斷地去跌的話呢 那似乎就是中國經濟 如果你說香港 你又跟外國的關係已經這麼差 已經差不多是一個 我英文叫做就是 我叫做類似是脫鉤的關係 那再加上你靠中國經濟打救香港 也都沒有什麼可能的話 那你見到其實這個財政預算案 我自己觀感 我自己個人觀感就覺得其實 雖然就不會說真的得到很大的一個重視 因為實際上 大家都明白 現在那個財政 就是香港那個財政 那個實際情況 跟現在的政局 你放在一起去看的話 那你知道都是不斷去走下波 或者不斷去 就是一個惡化 或者甚至是一個更加危險的邊緣 繼續走下去 那結果是怎樣 真是無人事了 就是會不會去到一個情況 就是可能短短可能兩年 最多兩年 那你整個大區政府 可能要面對一個真是財政危機 那會不會好像這個 在中國國內的省事那樣 就是說連出人都沒有錢 那不是不可能的啊 這些事情 那有什麼不可能呢 現在 那這些衛民紓困的措施 就是給一些基層市民的 那就是派5000元的消費券 那退稅的上限呢就是6000元 猜響呢也都1000元 電費呢也都1000元 還有中環啦 高年津貼 長者生活津貼 商場真津貼 它就是補多半個月而已 不是 但還有呢 這個5000元那個計劃 高財通都可以拿哦 它都可以2500元 但是那些人是不是都挺有錢哦 年薪有250萬都才可以申請得到 但是他們依然可以拿2500元哦 那這些小小小位就 就是當然 你站在香港人的角度 就是覺得為什麼這些 不是香港人的人都有資格去拿呢 那我納稅人的錢嘛 就是我想 就是我不知道那幫人有沒有納稅啦 那幫人有納稅的話 那可能他們拿也都可以接受的 那但是實際上 如果你說派5000元那下次 那明年那怎麼辦呢 2024年 可能一毛錢都不會太的哦 如果那個經濟就放繼續測下去 那 就是這裡也都連到下去 就是 你整個政府就要扔很多錢 去說好香港故事啊 或者唱好香港啊 那由去年這個籃球賽啊 或者甚至開一些所謂 就是國際大型會議啊 那方面 但是實際上得出來的那個 feedback 或者得出來的那個迴響 也都不正面啦 或者甚至是偏要負面啦 那方面啦 就是特別你會看到就是說 當全世界都不用戴口罩那時候 為什麼香港要戴口罩 那所以都不會說吸引到很多國人會 或者戴口罩來香港 那除非他喜歡戴口罩而已 那另一件事就是 當然可能你說香港的政治案件 都未必很直接影響到旅遊業的 那大實際上 很多香港的朋友在剛剛之前的聖誕節 或者農曆新年回到香港 探親啊 或者甚至處理一些事務 然後再回來英國的時候 都跟他們說就是說 就算是說回到以前那些 好吃的那些店鋪呢 但是那個味道已經是差了 價錢也都貴了 那你都會看到一樣東西就是說 你要唱好香港故事 說好香港故事 這個其實是一個偽命題 因為實際上 你連香港人都發現到 整個香港都已經越來越差了 就是日常生活啊 不要說沒有了自由啦 沒有了自由 那其實政府做壞事做壞事 也都沒有人監管啦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政府那個管治越來越差 越來越敗位 都是一個很正常的一個結果 那那些錢亂費也都沒有人管啦 那立法會也不會管啦 因為立法會全部在備做章啦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是你整個財政預算案背後 大家都明白的都只不過是一個 就是每年一度要做一場戲而已 但是實際上你問陳華波 這個傭才 就是他只不過是一個立法會議員 然後那時候就是批這個高鐵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現在梁振英找了他進去 就是可能大家清道大現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幸運 他一做了第三任的這個裁爺才算啦 那就是沒有的 不是第二任裁爺 不是第二任 因為梁振英那時候就是這個曾俊華 那就是沒有的 那就是你就算這些措施 那你又不要幫到市民 那你就加上香港物價有升無跌 也都見不到一個跌的跡象 就是要不要說就是2023年 如果你說全球那個衝突進一步擴張 可能俄互戰爭 或者甚至台海會不會有些什麼不尋常的動靜 影響到當地的局勢 那也是令到香港經濟啊物價 或者甚至糧食方面都可能受影響的話 那這樣也是 我都會覺得香港人 在香港的香港人 其實去面對那個環境 不單止是國安化之後 沒有了自由啊 沒有了法治啊 沒有了民主啊 或者沒有了人權這麼簡單 而是因為香港已經站在中共那邊 那就是說如果中共 他在外交上面有什麼行差答錯 譬如他 就是香港作為白手套是幫俄羅斯 是洗黑錢啊或者甚至是利用香港的名字 是買一些巨殺傷力武器 那其實已經有一些報導講到就是說 有一些香港公司幫俄羅斯買一些 就是跟軍事科技有關 一些高級一些先進的一些背景的話 那如果你說去到更加高層次 可能會是原來一些大殺傷力武器 你都是經香港的一些公司去到進行交易的話 那你想一下就是對香港的制裁 只不過是時間的問題 不單止是中國的對香港的制裁 那到時對香港的打擊就會更加大 不要說唱好香港啦 你唱好一百萬次都沒有人理你的 因為實際上 你香港的名字和北韓啊伊朗啊 因為已經是臭了 已經是臭了 是臭了 那你還在叫做陰塞 呢 我已經想像你 我已經翻譯了 什 下